阿们 感谢主 在基督耶稣里面 天天都是感恩节 对不对 不单单是 每年十一月份 第四个礼拜的 礼拜四是感恩节 在基督耶稣里面 天天时时 随随处处 都是感恩节 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 有说不尽的恩赐 所以我们基督徒 本来就是蒙恩的人 从罪人变成义人 从浪子变成儿子 这是何等的恩典 所以我们越想耶稣 我们怎有不感恩的 理由或借口呢 所以我们实在感谢神 对你排名讲 我们天天要过感恩节 所以今年2019年 火水得胜教会的感恩节 我个人 还有许多人都感觉 和往年的确实不同 除了我们满桌的 佳肴美味 三增海味 不但是五颜六色 而且七荤八树 实在是 哇 让人回味无穷啊 单单烤火鸡 就有三只火鸡 还有很多很多的鸡 还有人 有田鸡啊 和牧师没有看到 也没有吃到 不过很多人告诉我说 他吃到田鸡 所以 哇 单单是 鸡鸭鱼肉 各种水果甜点 哇 还有腰果 坚果 哇 实在是 看到神 那么丰富的预备 都是弟兄姐妹们 出于心甘情愿 自动自发的 师母牧师 没有打电话 拜托请求说 啊 你要做啥菜 你要做啥菜 听说有一次聚会 某一个教会 他们也是有爱验 也是 凭信心 没有让某些同工们 去请求拜托 某些家伙 某些人 要做什么菜 结果 每一个人 都做蛋 哇 而且都是乳蛋 变成那天是乳蛋大餐 所以我们感谢神 虽然我们 前天的感恩节聚餐 我们也有蛋 可是我们的蛋呢 是五花八门的蛋 哇 实在感谢神 我们的感恩节聚餐 这次好不好 好 艳芬姐妹 有感而发 虽然她 只参加完 敬拜赞美 然后她就有 自己家里的感恩聚会 他们是 每年感恩节 自己家里大团员 Family Reunion 所以她没有参加 教会的感恩节 可是艳芬 有一个最好的习惯就是 她即使没有时间 参加教会的各种聚会 她一定把师母挂在 视频当中的 所有聚会内容 全部都 看完一遍 请问你看完几遍 如果你没有时间 来参加聚会 请问你有把师母 挂上的视频 好好认真看完吗 艳芬姐妹是一定看的 虽然她不能够 每天来参加早早会 她回办公室 一定打开视频 在那里看 找找 所以艳芬姐妹 没有参加感恩节的 整个感恩之夜 可是她看完视频之后呢 她就给大家发微信说 太好了 太丰富了 尽是完美啊 感谢神 求主 不单单激励 有更多更多的艳芬姐妹 愿意 无论得时不得时 无论有没有参加机会 多看视频 而且多发到微信 朋友圈 发到微信 聊天室去 好不好 当你如此去做的话 我们相信 天上的神呢 就会用笑脸来回应啊 我们这次感恩节节目 之所以特别 乃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极其特别的节目 叫好又叫做 是什么节目啊 变点 就是彩云变点啊 那这位姐妹呢 叫王云 她变点的功夫 不是一般啊 非常了得呀 因为在那么短短的 十分钟之内 她要活神 活现的把 她挂在脸上的面具 扯下来 而且让大家 毫不察觉 她是何时扯下来 那个动作之迅速啊 那实在让人感到 惊奇亚裔 对不对 她自己会变脸 在中国被号称 变脸第一人 或是变脸女王 而且她把自己的女儿 也交成会变脸 容易吗 交自己女儿 也爱变脸 会变脸容易吗 而且她 也把她这门绝活和才艺呢 交给好几个学生跟徒弟 所以我们感谢主 可是王云姐妹 自从来美国 在纽约 她也和很多人一样 去做管家保姆 加上去餐馆 洗盘子 打杂工 我一听到 有如此才华的人 有如此特别的人 竟然做 蛮多人都会做的工作 我的意思不是去做 洗衣烧饭不好 不是在餐馆工作不好 餐馆工作其实应该是 最被尊重的 因为 民以食为天啊 餐馆的人能够把 我们的胃肠 胃饱 而且胃得极其舒服 请问 做餐馆的人 是不是值得我们感恩跟敬佩 我们要不要给 做餐馆的人一个掌声 可是 很多人可以做餐馆 可是有很多人会变脸吗 变脸这么久 我相信在中国大陆 可能也是屈指可数的 所以当我发现 有些特殊才艺的人 他去做指甲 我不是说做指甲不好 做指甲很好 指甲没甲实非常好 只是说 那些工作 其实蛮多人都一学就会 可是 是不是每一个人一学会 一学就会变脸 是不是 经过多少多少的 优胜猎怪 适者生存 然后才能够 清除云南得着这样的一批 变脸女王 变脸第一人 所以我们为王云感谢 也为王云祷告 我一直求神 能够为他开路 希望他在纽约能够开班授徒 大家也为他祝福好不好 我们求 王云姐妹 所信仰的上帝 在纽约能够为他预备一些 欣赏他 珍惜他 而且也愿意向他学变脸的一些 不管是年轻人啊 或是任何人都可以 来跟他报名 来跟他学习 让中华文化的变脸 这个才艺能够继续沉船 不但在中国 在美国也可以 哇 那实在是 我相信 我们的神面对这样的事情 是开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王云的动机 肯定不是打工挣钱 肯定不是要 让他名誉更多更多的被捧 被吹 他的动机 再三跟何牧师讲 他要传福音 传福音 传福音 再三讲 所以他当初跟我谈了很多很多 他希望用圣经的人物来变脸 那刚才找谈完之后 我灵机一动突然想到 希望王云姐妹能够用四活物 人 师 牛 阴 那四个面 来向大家述说 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四张脸 人 师 牛 阴 好 针对我们姐妹的变脸 艺术 我就有改而发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 如何让上帝用笑脸帮助我们 秘诀在哪里 答案在哪里 你可知道 圣经当中 将近有一百万的中文字 笑脸只出现一次 神啊神啊 透过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心天天在忧伤 天天在苦痛 为什么呢 因为他所爱的人 时时刻刻随随处处 被魔鬼折磨成 人不像人家不像家 教会不像教会 你说神 能笑得出来吗 所以古往今来 普天之下 面对天地 面对东西 面对 凡有气息的 全本圣经 只告诉我们 神只有一次的笑脸 因为神的确笑不出来 当我们继续被罪恶捆绑 当我们继续被黑暗冷罩 当我们继续被撒旦魔鬼折磨的时候 请问上帝 笑得出来吗 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弱弱之后 上帝 几乎没有笑过 大家知道吗 你常常还是开心 常常还是满面喜笑 可是你知道吗 爱你的上帝 救你的上帝 笑不出来 你知道吗 那我们 愿不愿意去思想 如何让上帝 笑得出来呢 如何让上帝 用笑脸来回应我们 用笑脸来帮助我们呢 所以透过感觉 让我就想到这三个重点 如果你希望让上帝 笑脸足开 如果你希望让上帝 开心欢笑 就是要时时感恩 处处感恩 人人感恩 大家说 时时感恩 处处感恩 人人感恩 感恩是上帝的命令 感恩是圣经的真理 感恩是基督的文化 感恩是每一个人 对神 对人 对物 应该存有的 最根本的 最基础的心态 因为 我们有什么 是原本就有的呢 除了上帝 是自由永有 原本就有 永远就有 我们人呢 那么有限的人 请问你本来有什么呢 一无所有 乏善可成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我们都要 尝到 我们自己选择的 罪恶的苦果 我们都要成为 永远 火湖当中的材料 因着神 爱的拯救 因着神奇妙的大能 让我们能够 不但不在 流氓火湖里 受苦受难受痛 而且我们 可以进入 上帝 为我们预备的 荣耀的 圣洁的 完美的 天家 这是何等何等的恩典 所以我们一个人 从生到死 从不信主到信主 的确处处是恩 实时是恩 所以 怎能叫我不感恩呢 我个人如此 我家庭如此 的确 我是蒙恩的 罪人 我的家庭 也是蒙恩的 家庭 所以 我们面对这位 施恩的主 这位 长久 忍耐温柔 不轻易发怒的主 如此如此的 不计算我的恶 而且 透过历代至上下 让我们晓得 历代至上下 和猎王纪上下 其实很多 人事故 都极其相同 可是 有一个是 绝对的不同 就是 猎王纪上下 都把大卫王 迎人之妻 杀人之父的故事 很详细的记载 猎王纪上 和猎王纪下 也把 王宫中的 那种权贵的 那种斗争和矛盾的 都会生会允的 描述出来 可是历代至上下呢 这些都不提了 为什么 很明显的 一个属灵的真理内涵 就是 一个 在基督耶稣里的人 神不再看他过去的 罪恶和败坏 神乃是看他 从在基督耶稣里 那种 属灵的意义 属灵的 价值 属灵的 生命和 侍奉 所以 你看看 单单从 这么一个 简单的角度来 探讨分析 你就发现 哦 原来 历代至上和历代至下 不提 大卫 的所有罪恶 也不提 王宫中的各种 斗争 单单提一些正面的 良好的 一些美善的 哇 你就晓得 只要你真正活在基督耶稣里面 上帝看你的是什么 都是看你 的正面的 你过去的犯罪作恶 上帝全部把它丢到哪里 丢在大海当中 在大海当中 能够找到真 找到现吗 在大海当中 能找到 你所丢下去的石头吗 好 所以感谢神 我们 目前乃是活在 历代至 的 应许和 引导当中 对你旁边讲 你要活在 历代至的 应许跟祝福当中 好 在历代至的 记载当中 神不数算罪恶的 哈利路亚 这是何等的恩 何等的福啊 所以上个礼拜有十八个人受洗 你知道吗 当他们在地上 在众人面前 在神鬼面前 如此受洗 你知道吗 他们的名字就被写进 耶稣基督的家谱 好不好 好 是写在耶稣的家谱啊 何牧师多次讲 何牧师在出格前行李 在整行李箱的时候 爸爸给我什么 爸爸给我家谱 给我家谱 说志平啊 这是咱们何家的家谱 你一定要收藏 一定要珍惜啊 不要搞丢了 所以 当初是我爸爸的手稿 现在的家谱已经映成上下两侧 非常厚的 金装的上下两侧 所以何家是一个很注重传承 很注重家谱的人 请问上帝注重家谱吗 非常注重 圣经旧约跟新约 有很多很多的家谱 所以上帝喜欢看重家谱的人 对你旁边讲 你要看重家谱 你要看重家谱 你问一下旁边你有家谱吗 很多人根本在乎自己有没有家谱 对不对 完全不在乎啊 求主连名我们 透过家谱 我们知道 我们要寻根问主 我的主不是主先的主 我的主是 主耶和华的主 大家说我们要寻根问主 主如何创造你 主为什么创造你 主在你生命当中 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命令呢 求主帮助我们 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完全相同 不但是 各样的身体特征 长下面相 手纹 基因完全不同 所以神对你的确有非常非常 我有一篇讲道叫做UPS 大家还记得吗 UPS unique precious 你就是你是独一的 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是宝贝的 你是特别的 对你妈妈讲你是UPS unique precious 哇 真是你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家训是不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可爱的小女孩 对不对 神给他一个独特的天赋异禀就是爱拉大提琴啊 多少爸妈强迫本女去绝大学情 可是呢 一看到大提琴他就恶心就想吐就痛苦 可是我们的家训一看到大提琴就怎么样 就宽天一起地就享受舒服啊 自己享受 而且让听他拉大提琴的人都享受 对不对 所以我们求神继续让家训在大提琴的这个演义上面 能够荣耀神 服侍人 能够帮助人 能够更多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和神的爱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 如何让上帝用笑脸帮助我们 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讲上帝是永不改变的 可是圣经竟然说上帝会变脸 你常常认为说上帝爱你 可是你知道吗 圣经讲了很多很多次 上帝会生气 上帝会发怒 而且上帝会发烈怒 那请问你 上帝在圣经当中 发怒过多少次 变脸过多少次 那请问大家 当你一想到魔鬼的时候 请问你觉得魔鬼的脸是啥样的脸 争灵 恐怖 轻面獠牙 让你惧怕 让你想要躲避 但是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 魔鬼虽然他的本色 魔鬼本为恶 但是呢 他却会化妆 变脸成什么脸呢 魔鬼的变脸是 把他那个凶残 狠毒邪恶的脸 变成什么脸 变成美丽 良善 亲切 友好的脸 化妆成像光明的天使啊 大家都喜欢 可是圣经 竟然毫不机会的 把上帝会变脸也告诉我们 全本圣经 总共出现十二次上帝变脸 十二次 告诉我们 上帝会向某些人变脸 上帝会向某些家庭变脸 上帝会向某些城市变脸 我相信上帝早就向纽约变脸了 早就向旧金山变脸了 可是呢 神还是继续忍耐 继续宽容 因为纽约 旧金山 洛杉矶 世界有很多很多城市 早就成为索多玛城 俄摩拉城了 所以格里汉博士说一句话 说上帝如果不审判美国 上帝就要向索多玛和俄摩拉说对不起 对不起 所以求主关注我们 我们的上帝是会变脸的 对你旁边讲上帝是会变脸的 你希望上帝向你变脸吗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如何让上帝用笑脸来回应我们 而且用笑脸来帮助我们呢 三个礼节 大家要说实时感恩 实时感恩的英文就是 every time any time 每一个时间 任何时间 圣经当中 常常会教神的百姓要追想 古时之欲 不但要追想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为什么犹太人的家谱和我们中国人家谱不一样 因为犹太人家谱不是像孔子家谱 只追到上一代而已啊 司马迁写孔子家谱也只追到孔子的爸爸而已 当然某些人家谱可能上追到十八代 可是呢 圣经的家谱上追到哪里 上追到亚当 上追到上帝 听懂吗 上追到亚当 上追到 亚当谁创造的 亚当是上帝创造的 所以他们追本所缘 他们寻根救理 他们会追到最底最初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那上帝又从哪儿来的 上帝是谁造的呢 哎呀 如果上帝是那个人造的话 上帝就不是上帝 那个才是上帝 听懂吗 上帝是自有永有 自己有永远有 自己存在永远存在 自己良善永远良善 自己光明永远光明 自己是义永远是义 自己是生命 永远是生命 这叫做上帝的本色 这就是上帝的特质 这就是上帝的定义 听懂吗 所以上帝不是从哪儿来的 上帝是万物的主宰 是一切的源头 一切的一切都从上帝那里来的 那你说魔鬼也从上帝那里来吗 如果魔鬼是上帝造的话 上帝就要为他所创造的万恶来负责任 No 魔鬼是自己创造 走火成魔 把自己创造成一个和神相对的大魔头 所以魔鬼是上帝允许 魔鬼自己创造成 自己变成大魔头 所以是神的允许 神虽然预知 但是神允许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 every time 我们从古时到现代 到后现代 到耶稣就再来的末日 我们从岁首到年终 我们从小到大 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我们要时时赞美 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不是只有感恩节才感恩 敬拜赞美 而是什么时间 是时时刻刻分分秒秒 这是上帝所定的 所以感恩节其实不是单单源自于五月二号的一六二零年了一百零二个人做五月二号 然后行使了六十五天最后上下五三个人最后得着上帝的恩典和丁地安援的帮助 然后让他们懂得种玉米然后懂得洋火鸡最后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风需足使而献上感恩 其实真正的感恩节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上帝的命令 感恩节来自于立位纪 我们来看 立位纪的三章第一节 神就设立感恩节了 所以摩西五经早就告诉我们神设立感恩节 来我们读立位纪的三章第一节 请人献公务为平安记 平安获作 大家说 仇恩 请问仇恩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感恩的意思 所以神设立五计 凡计 数计 平安计 赎罪计 赎千计 这五计 目的都是叫我们感恩 所以平安计 其实就是仇恩计 或是感恩计 所以一切都是恩典 好 那耶和华的节期有七个节期 感恩节 我们目前的感恩节 圣诞节 不是耶和华的节期 中国人的端午节 中秋节 春节也不是耶和华的节期 虽然中国人的春节 其实它的典故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 也就是圣经耶和华节期当中第一个节期 逾越节 所以耶和华节期有七个节期 其中有三个是上帝特别命令 吩咐吩咐所有犹太人在一年这三个节期要放下工作放下生意 要离开你的本地 要离开你的本地本家回到耶路沙冷去庆祝感恩 哪三个节期 是上帝规定 人人都要去的 哪三个节期 我有一篇讲到叫做上帝的PPT 上帝的PowerPoint PPT 哪三个PPT呢 第一个P叫做Passover 那叫Passover 那叫余月节 第二个Pentecost 五旬节 七七节五旬节 七七四九天 所以五旬节 第三个PPT是Tephnical 大家说Tephnical 祝鹏节 所以这三个节呢 也是叫我们要感恩 余月节 感谢上帝让我们不在埃及做努力了 我们可以出埃及 得自由了 这叫做余月节 是不是感恩 感恩不再做努力了 多美的恩典 那什么叫做五旬节 五旬节就七七节 哇 可以 可以 经历到神所赏赐的五股丰收 那什么叫祝鹏节呢 祝鹏节就是 他们纪念在 在旷野漂流的三十八年 四十年当中呢 他们在旷野搭帐篷 他们睡觉的时候可以数星星 所以直到如今 犹太人 很多很多人都在过祝鹏节 过祝鹏节的时候呢 他们依然在他们家的前头后院 搭上一些棚子 那个棚子不像我们的雨伞棚子 也不像我们的那个雨棚 乃是 用一些什么 橄榄叶啊 用一些那个棕树汁啊 然后放在屋顶当中 所以有很多很多空隙 就直接可以数到星星 所以我们感谢神 耶和华七个节旗 其实都是教导我们 要如何 要感恩 所以五个祭和七个节旗 都是为感恩而设立的 因为神给我们一切都是什么 都是恩典 我们有生命有气息 你今天有健康有工作 是不是恩典 都是恩典啊 所以时间的累积就是过去跟现在未来 宇宙就是时间空间和万物的总和叫宇宙 那时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回到道端大家思想一下 在everytime来讲的话呢 我们的过去 英文叫做past 我们未来英文叫做future 现在的英文叫啥 叫present present是什么意思 礼物 是现在 那present又是礼物的意思 对不对 礼物的意思 所以 神已经跟你讲了 你的现在就是什么 就是礼物 所以你能够处在现在 你能够现在呼吸 你能够还活着 就是什么 就是礼物 要不要感谢神 所以你能活着 就是什么 就是神给你的礼物 这份礼物 你已经收到了 可是还有一份神给你的神圣的更美的礼物 却有很多人呢 不知道 没收到 是什么礼物呢 就是约翰福音 第三端十六节 大家一起来背 请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神把他的独生的宝贝的疼爱的儿子 如同礼物一样的赏给我们 神开他的儿子来到人间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也是要叫世人因耶稣基督得蒙 拯救得蒙医治 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福音也是神的大能 要医治一切有病的 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赦免一切有罪的 这是恩典 所以我们的确靠主的恩典 要珍惜每一天 每一天都是present 大家说都是礼物 都是present 所以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礼物 所以感谢主 实时感恩 神在天上会微笑 你知道吗 犹太人 他们被神用大能奇妙的方式 能够出埃及 可是犹太人在旷野当中 请问有没有感恩 十次埋怨上帝 那个十不是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是那个十次在讲三番两次 哇是数不清的 时时刻刻都在埋怨上帝 面对犹太人如此的忘恩负义 如此的埋怨苦毒 上帝依然给犹太人 奇异恩典 哇你说这样的神实在太好太好了 所以我们讲 目前上帝所做的宝座叫做施恩座 Macy Macy Macy百货公司叫Macy Macy Macy 你知道吗 这个字其实跟N-E-R-C-Y很像 N-E-R-C-Y是mercy mercy seat 上帝座的宝座目前叫做mercy seat 大家说 mercy seat 就是施恩座 什么叫做施恩的宝座呢 这个宝座就是施恩的宝座 望闻生意 宝座做什么 给你恩典 给你恩典 你来宝座干嘛 不定罪不审判不行吗 这个宝座叫什么 施恩的宝座好不好 你来不配得 给你 该罚不罚 这叫什么 恩典 现在上帝做的宝座 一直是mercy seat 一直是施恩座 但是圣经也告诉你 上帝永远做施恩座吗 上帝 有一天宝座 变成审判的宝座 要按照你所行的善恶 来 报答和刑罚你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上帝宝座都会变 上帝脸都会变 所以你不要听某些故事讲说 哎呀上帝永远爱你 的确上帝永远爱你 可是上帝呢 会不会刑罚 会不会审判 会不会变脸 也会的 会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第二个就是 everywhere 处处感恩 大家都处处感恩 在上帝里面 其实是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的 每一个时刻都是现在 同样的 在上帝里面 是没有那里跟哪里的 每一个都是这里 因为那种永恒观念 我们不了解 我们人的智慧 知识太有限 所以我们不懂什么叫永恒 你知道吗 所以到底不死是活多久 到底什么叫做千岁万岁 就活到一千岁 那活到一万岁吗 永恒是没完没了的 是无边无涯无境界的 哇实在不可想象永恒有多久啊 对不对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神对我们 是给永远的恩惠 诗篇的 第 哇第几篇 第103篇讲说 天离地有 何等得高 然后呢 他对我们所识的 慈爱也何等得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分 离我们也多远 所以讲到 everywhere 讲到空间来讲的话呢 就讲到天地 讲到东西 所以面对天地 面对东西南北的话呢 有很多很多的 那里 哪里 这里 可是我们基督徒 不管在那里 不管在哪里 我们都必须要如何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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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在高山 不管在地骨 不管是顺境 不管是逆境 不管得失 赚赔 获福 甚至生死 我们都如何 都感恩 我们或死或活 都是主的人 我们或活或死 都为主而死 我们当中 没有一个人 是为自己而活的人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 上帝 用耶稣基督保险 中价买赎 回来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谁 属于神的 你的自由意志是属于谁的 属于神的 因为神用他自己的自由 把他自己最宝贵的神性 自由性赐给了你 所以你的自由性是属于神性的自由性 所以你本来就应该要把属于神性的自由性归给神 所以你的自由性不是属于你自己的 你懂吗 是属于神的 你就要让你的自由被神用 被神来用 可是我们今天常常让我们的自由被魔鬼用 求主联名我们 所以当神看到我们的自由一直在被魔鬼用 当神看到许多的家 许多的人 许多的夫妻 许多的父母子女关系 一直被魔鬼折磨 你说神笑得出来吗 难怪圣经当中只出现一次的笑脸 弟兄姐妹们 你希望神微笑吗 还是希望神担忧 圣灵担忧 耶稣会哭 神笑不出来 以细节书告诉我们 神无家可归啊 其实天地都是神的家 耶路撒冷圣殿 神把他当成是他的家 可是神竟然被他的百姓 竟然被侍奉他的祭司立位人等等 逼得 离家出走你知道吗 神变成无家可归 所以求主关注我们 我们不管在任何地方 我们都用感谢来回应 来面对 我刚才美国的时候也是住地下室 像很多人一样 对不对 然后后来就由一个小单间 然后变成住一楼 由co-op变成住house 有小房子变成住大房子 所以我目前是住在长岛的Glenkopf Glenkopf的房子也很大 已经住了几年了 2006年住到现在几年了 13年14年了 住了很久很久 现在这么大的房子 只有我跟师母 而且还很少回家 师母现在常常睡在教堂 所以房子都空在那里 的确很浪费 但是我们还是感恩 感恩在感恩 不管我住在地下室 不管我住在123楼 不管我是住在co-op 或者住在大豪宅 我心存感恩 我也常常在思想说 在我人生历程当中 在我原生家庭 直到如今 有哪些地方是让我 特别特别感恩 你晓得吗 有些人一想到某些地方 就往事不堪回首 连回味都不能啊 因为一想到那种处境 就觉得不敢想 太痛苦了 太折磨了 就好像很多人 不敢想文革期间一样 很多人不敢听样板戏一样 因为听到那些 就觉得说 歇斯底里就会发狂 就会发疯了 所以我的意思当中 其实也有很多很多 很特别的一些磨练 我们台湾常常有一句名言讲说 合理的是训练 不合理的是什么 是磨练 在那种磨练当中 我们要极 我们要绝对性的 信仰主义 无条件的服从领袖 不保留的自我牺牲 极严格的执行命令 我们要吃 别人所不能吃的苦 要忍 别人所不能忍的气 要冒 别人所不能冒的血 我们要负 别人所不能负的责 在那种军事化的 严格的残酷的磨练当中 你知道吗 很多人一想起来就怕 想起来就怕 不管在成功领训练 卫武营训练 还是复兴刚训练 还是中外装训练 哇那种折磨 那实在痛苦 很多人都 你知道吗 台湾很流行说 都在数馒头 数馒头 还要吃几个馒头 就要退伍了 就要自由了 他们形容说 在当兵的日子是怎么样 很像坐牢一样 对不对 不自由的 因为有很多教育班长 是考不上大学的 那对于这些大学 大学兵 就对于我们这些大学毕业者 他们是百分的